今天星期一真的有一点明天蜜 这是我们吃鸡饭的第27天 早日几家鸡饭当 星期一原来没有开的 这样怎么好呢 我有把我原本安排在星期三的恩纪 换成今天去吃了 这家做了一家安邦新村的 恩纪华鸡饭 之前只在住家室里面摆一个档口 然后马修机场桌椅开始做其他生意 短了几年里面就已经搬来到这个店面了 这边只专注售卖两种鸡 一个就是滑鸡 还有一个就是菜园鸡 然后我每次来这一边 通常都是点它的滑鸡 因为菜园鸡一定要叫下庄 一个人吃吃不了这么多 好久没有来这一边了 一来到这边我有点吓到 为什么呢 都是人山人海满座 不过还好等了五分钟后就有位置了 点菜的时间是蛮快的 我就以为看到人这么多 上菜应该没这么快 哪知道上菜时间 只是短短的五分钟里面就上完来咯 这边呢我就点了一份油饭 一个L-shaped滑鸡腿 一份的鸡肝 一份的油菜 还有卤蛋加豆干 汤是免费的哦 我感觉到自己也是较多了哦 这一边呢总数是35块半 它的这个鸡饭辣椒酱还有姜龙的 味道口感都不错哦 尤其是它的这个辣椒酱哦 够酸又够辣 它的油饭呢是粒粒分明哦 上做的时候呢 还是热腾腾哦 至于它味道呢不是那种很重口味的 不过呢有带出微微的蒜香味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把这个辣椒酱 加上黑酱油哦 然后再配露饭里面吃哦 这样子呢 我感觉味道会更美味一点 它的这个滑鸡上面呢 撒了大量的那个炸蒜哦 这个炸蒜呢 配搭上这个滑鸡呢 哎 味道又不一样哦 特别的好吃哦 滑鸡的口感呢 是又滑又嫩又香哦 不过如果你们是拿菜园鸡 来跟这个滑鸡比的话呢 当然啦 它的那个鸡香味呢 是没有比菜园鸡来的更香 特地点了这个卤豆干 还有这个卤蛋 纯粹是为了增加我的蛋白质而已哦 不过呢 它的味道是OK的 味道不会太重哦 而今天一张呢 我特别爱的就是这个鸡肝啊 它的鸡肝呢 是粉嫩粉嫩的 加上它的这个辣椒酱 还有酱溶 味道是蛮不错 超赞 这个油菜上面呢 不只是炸蒜哦 它上面呢 其实撒了很多这个炸的酥酥 又脆脆的这个虾皮哦 这酥脆脆的虾皮呢 配上这个油菜呢 嗯 味道真的是不错 今天是端午节 有些人会选择请假陪伴家人 有些人会再加果粽子 端午节 对一般打工族而言 就是一个普通工作的 祝正在工作的你 端午节快乐 今天 你积翻了吗 我认为划酱 也不能打工 在我认为划酱 根本分为划酱